Hello,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学生的,我是陪老师 上节课呢,我们给同学们讲过了 我们所纳下把位半音的超吹训练 今天呢,我们接着上节课的讲的内容 讲一下所纳上把位的几个音的超吹训练 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下把位的四个音的超吹训练 我们在演奏超吹音半音的时候 要用我们嘴唇加大对哨片的控制 接触到哨片的根部 然后结合我们的气息,加大气流量 就可得到我们想象的音高 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好,那同学们如果能把下把位的几个音吹出来了 那我们今天呢,再来讲一下上把位的几个超吹训练 我们在吹吹的时候,也是像正常的我们上节课的训练一样 使过要加大我们的气流量 同时要结合我们对音高的概念的理解 然后控制自己的气流量 然后控制自己的气流量 把握好音准 我们试一下 好,那re呢,吹完之后呢 我们呢,下一个就是 咪咪 也是八度 在所那上面啊 所有的音程关系都是以八度的形式出现的 什么是八度呢 就是同样的音 不同的音区 咪咪 我们试一下 那到下一个音就是发了 那我们吹发的时候呢 就要有一点技巧了 有一点难度了 如果我们直接吹的话 可能像老师吹了很多年了 可能能吹出来 我们结合我们的铺音也是能吹出来的 那和你的哨片也是要有很大的关系的 但是很多初学者朋友在吹发的时候是吹不出来的 他会吹成这样的效果 会吹不出来 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技巧 什么样的技巧 今天老师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吹发的时候 我们要借助一下咪的音高 往上滑一下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 或者借助锐的音高 也可以 我们就是按到锐的指法 然后结合我们刚才的吐音 当锐出现的时候 我们马上把手抬到发的位置上 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吹高音发的时候 一般我们就不用交叉指法进行训练了 我们一般是上下两个手 我们两个手指都可以摊开 我们只要把这种音高感觉记准就可以了 那我们接着我跟他讲 就到了我们的骚 骚怎么吹呢 也是越往上去 其实是越难的 那骚应该怎么吹呢 还是用我们刚才的那一个小技巧 叫辅助音的练习 我们直接吹烧 我们是吹不上高音的 那我们怎么吹呢 我们用咪来滑一下 我们借助了咪的音高 然后滑到烧的音域上面去 我们从而得到了一个超吹烧的音 那还有最上面的就是最高的超吹音 一般我们所那里面很少用到这个音 但是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吹最高音的拉的时候 也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 直接吹肯定是吹不出来的 那我们接触刚才的辅助音训练 我们还是加入一个咪 好 如果同学们在课下训练的时候 可以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不要着急 我们从一个发开始进行训练 如果发你能吹好的时候 我们再往上进行烧的训练 烧能训练好的时候 我们再去吹那 我们所那的超吹音训练 上马位的音 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那上马位的超吹音训练 在我们专业所那学习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同学们在课下 一定要结合老师 教给大家的方法与技巧 进行多加的练习 取得满意的学习效果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吹吹那 请记得一定要关注陪老师 关注我们的课程 陪你吹吹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